昨天是淘宝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也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 正式卸任阿里CEO的既定日期 昨天晚上淘宝十周年晚会在杭州举行 马云又唱又跳 高调宣布从今天起 生活将是他的工作 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 48岁的马云 头戴礼帽 身着银色上衣 架着大黑矿眼镜 风头无人可敌 台上马云献唱两首 台下阿里集团来自全球的 2.4万名男工 1万多名合作 办法关注 再次登台 他又变回往日模样 白衬衫 黑西裤 演讲充满正能量 从今天晚上12点以后 我将不是CEO 从明天开始 商业 就是我的票用 我感谢这个变化的时代 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 因为在别人抱怨的时候 才是你的机会 针对外界称他卸任 只是退居幕后的传言 他回应称 生活将是他的工作 他想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环保 教育 公义等等 谁也没有可能说 你会不败 你会不老 你会不糊涂 解决你不败 不老 不糊涂的 唯一的办法 相信年轻人 因为相信他们 就是相信未来 所以 我在 我将不会 再回到阿里巴巴做CEO 要回 我也不回来 因为我回来 也没有用 你们会做得更好 离别感言 约20分钟 随后马云与新任CEO 陆兆喜拥抱交接 希望 我们在 我的团队和一起 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让 阿里巴巴的用户 上了我们的平台之后 有最好的体验 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之后 马云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全职工作 主要负责阿里董事局的战略决策等 阿里巴巴由马云在1999年一手创立 去年11月 淘宝和阿里巴巴网上交易额突破了万亿大关 在马云卸任前 阿里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架构调整 特派记者谢倩顾克军 杭州报道 阿里巴巴在叶子农沙兜